小小的電梯扣前 挤滿消防隊員 壓低身體 合力將受困的兩人拉出來 小男同班練金扣 躺在單架不停哀嚎 夫人同樣也慢身傷被救出 27號帶著侄子出門 卻在新北市板橋 副中站靜觀陸橋 搭上大怒神電梯 市府單位會同機械計事工會 重回現場勘察 結果電梯鋼索竟然 一扭就裂掉 這裡沒斷掉已經有律師了 鋼索的材質是一個問題 手輕輕凹立刻露出鐵絲 鋼索明明5月10才更換 8月也進行過檢測 這個月17號還有維修保養 如今卻出包害人受傷 初步懷疑鋼索材質本身就有問題 鋼索斷裂後電梯往下墜 導致意外發生 這是三台全斷 可是斷的位置不一樣 空轉 已經離境空轉 看樣子真的是穿過破壞 又拉扯斷掉了 目前電梯外頭已經拉起封鎖線 不讓人靠近 到捷稿為止 鋼索沒有回應 如果有積極保養 為何會發生大怒聲意外 這也是這個月 新北市發生的第三起 電梯墜落意外 不斷發生事故 讓人心慌慌 究竟有沒有偷工減料 還是建修不夠確實 也將離期 據老李強 對新北市報道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